这位老人名叫杨敏儒 他说他的哥哥杨献毅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了《红楼梦》 是翻译界的泰斗 他说他的老伴罗佩林 设计了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制造企业 是科学界的名家 他还说他现在最高兴的事情并不是这些 而是他的入党申请终于在他91岁的时候得到了批准 而这是他追寻了半个多世纪的梦想 杨敏儒 学者 从北平到重庆再到北平 他用了半个世纪去完成他的一份入党申请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的一声枪响 彻底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 这一年21岁的杨敏儒正在燕京大学读书 我已经从亲戚那儿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我在那个黑名单上头 我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也给日本人 跟日本人打交道的一些中国银行的人 他们在那黑名单上 看见我的名字跟地址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家里也在租界 在天津 杨敏儒的母亲徐燕若 17岁时嫁进了杨家 和丈夫相差25岁 是杨玉璋三个女人中的一个 宋库抗战期间 徐燕若在家里开了一个制衣小作坊 带领几名妇女 日以继夜地赶制了一批军员衣 送往前见 1937年7月29日 北平天津先后沦陷 燕京大学成为了沦陷区学子的寄身之所 没过多久 杨敏儒接到了哥哥杨献一的来信 你还在那灰色的北京干什么 罗佩林已经进了A's Route 就是八路 你还在那灰色的北京不出来 这些信我都害怕极了 因为日本人他懂得英文的 他不会不懂英文的 而我们那个学校里 不断地有同学失踪了 在信中 杨献一还嘱咐杨敏儒 请她帮自己说服母亲 同意她和异国新娘的婚事 一天外出后的杨敏儒像往常一样 伸手拦下了一辆黄包车 准备返回学校时 意外发生了 就日本的浪人追我 他们坐在车上追我 喝醉了 而我呢 就我那个人力车夫呢 就为了救我 两个人力车夫用中国话都说好了 到了一个改管弯的地方 我的那个车就飞跑 两个人就岔开了 此时 在天津的徐彦若突然冰倒 原因便是他得知儿子杨献毅 要给他娶一位外国儿媳妇 而在北平 杨敏儒惊魂未定 黄包车悄悄地停在了一个胡同夹缝中 车停稳后 车夫用冷淡低沉的声音 对杨敏儒进行了劝解 这样的乱的时候 你们这些小姐们在外国 在门城外 念书就得了 还经常买什么东西啊 我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 我把口袋的钱都给他了 我谢谢他 他要不救我 我就没有办法 他说别谢我 这个人是一个日本浪人 如果他不是日本浪人 是拿枪的 我就救不了你 这次劫难的幸免 坚定了杨敏儒离开沦陷区的想法 他在回到天津探望生病的母亲时 跟徐彦若说明了 他准备要离开沦陷区 到重庆去 之后他便回到北平等待机会 这一等便是整整三年 我七叔就给他一个新的工作 原来他在北京 是中国银行经理 这个时候呢 就给他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他们中国银行 几百人到重庆 再到天水 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银行 几百人走 我想这是一个机会 杨敏儒的父亲杨玉璋 曾是天津中国银行的经理 为杨家挣下了百万的家产 而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一场伤寒 徐彦若变成了寡妇 杨玉璋临死前 把全部财产托付给他的七弟贷管 并推荐他接替了自己银行经理的位置 此后七叔也成了他们全家的监护人 那么我既然在黑名单上 我没敢告诉我母亲 我告诉我的七叔 你一定要救我出来 现在有机会了 你们都在香港了 我也要去 我七叔就说带你去 你来 可是妈妈不要来 杨敏儒刚刚燃起了离开沦陷区的希望 却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在杨敏儒十四岁那年 她的七叔私自用银行的钱 做投机生意赔了本 为了不窟窿 七叔居然挪用了杨敏儒父亲存在银行里的二十多万块银元还债 这在当时可说是一笔巨款 七叔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地位 使得杨豫章的遗孀遗孤几乎遭到灭顶之灾 从那时起 濒临破产的杨敏儒一家就对这位七叔另眼相看了 1940年 24岁的杨敏儒回到了天津 她告诉自己的母亲 她准备要离开沦陷区到重庆去 到内地的时候 她一定要跟我去 老太太不容易啊 快五十了 身体很坏 她说你们三个人到哪 我到哪 你们到 你们要爱国 我难道就不许爱国吗 她一定要跟我去 有多人的人都说 你把你妈妈带去 走到一半她就死了 她身体不行 我就大的胆子 我就跟我妈妈一起 我们正好天津闹大水 所以就可以在租建上上轮船 这样一来 杨敏儒的七叔 要把徐燕若留在天津老家的想法 彻底落空了 她为什么不许我母亲去呢 因为我还有一个嫡母 嫡母懂吗 就是郑太太 我母亲是个姨太太 她为了那个嫡母 她就不让我母亲去 可是我母亲把我们三个人带她 现在所有的人都不回来了 我哥哥已经写信说 我不会沦陷去 1940年5月 日本人用了608架飞机 将419吨的炸药投落到重庆市去 城内顿时弥漫开死亡的硝烟 此时的杨敏儒刚刚抵达重庆 对于当时所见的景象 他至今难以忘却 重庆就是废墟 5354大轰炸的第二年 要什么没什么 可是我心里快乐极了 因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厚炸 我不建议叫日本人 拿刺刀对着你 你手上拿着一个包 一个吃的包 我的亲戚要我拿着包 他们就拿那个刺刀 对着那个包就刺 刺着你 里头是羊肉 他不管是点心 也不管就都把它刺通了 在重庆 杨敏儒见到了从事地下工作的 罗佩林 从1935年他们分别算起 这对恋人已分别了五年 见面时 罗佩林对杨敏儒讲了很多 有关共产党的故事 他说到延安的时候 他都流泪了 我就感动了 我很害怕 我对共产党是佩服 但是我害怕 因为我觉得 这个无产阶级 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 而我正是资产阶级的 就是被消灭的 所以我也恨极了国民党 但是我也 也没办法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共产党 我一时之间 我是 犹豫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 伴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昔日荒山公路沿线 和江畔大土湾 成为内迁企业的新建区 郑州的御丰沙场 便是其中之一 同时也是杨敏如一家 刚到重庆时 居住的地方 我们叫大表哥 这是御丰沙场的经理 我们自己有小楼 给我七叔盖一个小楼 我们就住在那个楼房里 很讲究 但是这个工厂里 他在罢工 那个工人 那个真是像我 像说里看见的 怎么拿砖头 打这个经理的这个房 经理怎么样的 把他们吊起来 那个吊起来 我都看到眼里 经过了一番周折 杨敏如一家 总算在重庆 落稳了脚跟 但杨敏如却并不满意 七叔所安排的一切 我租了一个房 我们就都住在房子里 我们绝不住在御丰沙场 我们姊妹三个人 从小就说 我们绝不进中国银行 从杨敏如的父亲去世后 一些地位显赫的社会关系 固然从此断绝 过去对父亲 极尽阿谀奉承的人们 也远离而去 更有甚者 身为他们全家监护人的七叔 竟然也做出了不仁之事 而母亲除了哭泣之外 毫无办法 我们这一路的路费 我们都自费 我们没沾中国银行一点的光 我们都自己出的 你让我们出多 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就都出 一块钱我都没有用 用中国银行的钱 我们家里人就是要争气 杨敏如没想到 在拒绝了七叔后 家里却又迎来了 另一位不足之客 1940年 杨敏如带着自己的母亲 来到重庆以后 见到了自己的恋人 罗佩林 当时杨敏如 已是重庆南开中学的 一名老师 当她看到罗佩林 所从事的地下工作 十分艰苦后 便和母亲说 要将自己的嫁妆 捐出去 但徐燕若 却给了杨敏如 一个意料之外的回答 干嘛光是你那一碗 我所有的钱 都拿出去 都给 我说 你也留一点吧 现在哥哥也没有钱 我的钱挣得也很少 我挣一百块钱一个月 我这个房租就一百 1940年夏天 杨敏如和母亲 在重庆新租的房子中 与刚刚回国的杨献毅 欢聚一趟 当时 住在他们楼上的房东 正是中央大学的校长 罗加伦 见到儿子 徐燕若固然十分高兴 只是对杨献毅的英国女友 表现得稍有不悦 但杨敏如却很喜欢戴乃迪 并极力劝说母亲 接受这位外国儿媳 我们晚上没有电灯 我们就拿一个油灯 罗加伦对我们这一家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先到我们家 看那些书 跟我嫂子说英文 跟我谈吐司 把他的那些东西都拿出来 他做的诗给我们看 我们就是不这么理他 当时 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耳目 拿到前后的罗佩林 开办了一个厂房 不久 罗佩林将杨献毅 引荐给了南方局的领导徐冰 所以杨家对自己的这位房东 时刻保持着一种警惕 他跟罗佩林说 咱们 多少年前是一家 咱们都姓罗 到礼拜天 你到哪上班 那个你不用自己走 你就坐我的汽车 我就把你送到城里去 多好 罗佩林不肯跟他一块做 在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后 罗佳伦就在很多文章中 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成为其忠实的拥护者 在天津时 罗佳伦与杨敏如的父亲 关系颇为密切 南京沦陷后 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他 随国民政府一起来到了重庆 我母亲没办法 我母亲就跟我嫂子说 她跟你说话 说中国话你不懂 她跟你说的是英文 你为什么不理人家呢 我嫂子说 她的英文我也不懂 在那段日子里 教书完全占据了杨敏如的生活 在战火中读书的孩子们 成为了她快乐的源泉 我们那些孩子 男孩子 淘气的 没法再说了 那么淘气 哎呀 吵死你 那么淘气 可是唯独一听的 那个 警报了 没有一个人笑 就起立 跟老师说再见 我也很严肃 我不动怀 我看着每一个人 都排着队出去 真可爱呀 这些简直要叫破房顶的人 忽然就都不说话了 我们一听警报 我们就觉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就恨不得日本人必败 准败 没法不败 那些小孩 牙雀无声的 都排着队 排着队 就都走了 我一听他们都走了 最后一个人走了 我才不能严肃 赶快拿书包都收起来 赶快就我这两条腿 就拼命地跑 总是跑到半路 两个球了 这个两个球一来 全 全这个 人 都有一个声音 这两个球一下来 就是敌基已经入尽了 入了这个尽 那声音凄厉极了 1941年12月16日 徐燕若亲自为杨敏如和儿媳奈奶蝶定做了两件绣满了龙凤图案的段子旗袍 杨贤易和罗佩玲则刑 则穿中式长袍 徐燕若之所以把女儿的婚事定在这一天 是因为在冬天时 是因为在冬天时日本人的飞机会来的少一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敏如也终于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1951年 尽管杨敏如一家的财产被罗佩玲所开办的厂房全部用尽 但他们人和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杨敏如35岁时 他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 但他没有想到从这以后便是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1966年 在移民面红旗的映尘下 中国开始了一场灼热的运动 这一年杨敏如的母亲徐燕若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整个家都超了 而且说说他是一个资本家 资本家 他不是资本家 然后他没有受很大的苦 因为街坊邻居 红卫明都找来 说你们对这老太太有什么意见 他不是说没有意见 他没受坏事 当时杨敏如已掉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这一年 他再次不得已地过上了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同样要面对这些的 还有他那位已年过股息的老母亲 他从来没有跟人说 我从前还帮中国共产党 没有说过 没有说过依据 也不跟我们说 也不要 到后来没有钱了 钱也都赔完了 他也不战乎 他也不说 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学校里头说他是资本家 1968年4月 杨敏如的嫂子戴乃迭 因为她的英国人身份被人怀疑是特务 和杨敏如的哥哥杨献一一起被捕入狱 这对71岁的徐彦若来说 可说是晴天霹雳 在担心儿子的同时 徐彦若自己也承受着另一种折磨 八八反共同 扫尖 到了这种地步 他没有说 我对共产党也有好处 他不说 他不说 他对罗佩林没有叨叨过 我早知道不借给你这些权 弄得我现在 我的孙子都死了 他没说过 他没说过 文革结束以后 徐彦若的折磨并没结束 1979年 由于无法从文革的阴影中逃离出来 徐彦若唯一的孙子杨叶在家里自焚 1986年 改革开放开始的第七个年头 杨敏如退休了 在又一次久叛而来的安宁中 他拿起笔 再一次写起了自己的入党申请 七十岁 退休的时候 我把我以前的思想都整理了 以至于党员同志们都看了我的那个 都说受教育 但是他们不批我 支部不批我 说我不是真的 真心 说我个人主义太多 1986年 杨敏如的入党申请再次遭到了拒绝 三年后 口无遮拦的哥哥杨献毅被开除了党籍 这样一来 杨敏如他们兄妹三人中就再没有一个党员 而这也成了慕年的母亲最心有不甘的事情 太死的时候 党内的同志去看她 说老太太你这一辈子真了不起 你三个孩子都非常好 她说不好 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后来这个党员就说 你不要说了资产阶级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词 现在不用了 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你不要想这个了 他快死了 当然他说好听的话 他说你哄我呢 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走了以后 还有大夫还有大夫还有护士 他说哎 你们三个人还算努力 怎么就入不了党啊 1992年 躺在病床上的徐彦若仍然想不明白 他接受不到1990年代的任何时代气息 而记忆永远的封存在了那个伤心的原点上 只有一个你哥哥是共产党 结果还开除了 结果那个大夫说 老太太你也太革命了 你有工作没有的 你不要这么革命 现在没有多少人要入党了 他说那党总是要入的 所以我90岁91岁 我光荣地入了党 我母亲已经不知道什么了 但是这是我母亲的愿望 从1896年出生到1992年去世 徐彦若活了将近一个世纪 17岁就嫁进了杨家并不认识太多的子 23岁就开始守管 却养育了三个成才的儿女 2006年 在母亲离世整整14年后 杨敏如再一次向组织递交了她的入党申请 庆幸的是 一年后她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 虽然还在预备期 但她仍然很高兴 杨敏如告诉我们 我是一名老党员 我完成了母亲最后的遗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